香港乐坛校长谭永龄 5月20日现身香港尖沙嘴出席慈善活动 谭永龄当天早晨 刚刚从广东高明结束演唱会赶回香港 虽然校长透露只是在车上睡了一会 不过看到他依然精神斗鼠 果然是年年25岁没假呀 那校长平时一理万机 怎样去安排时间多做慈善活动呢 这个真的要多方面了 一起来配合才行 不要老是看那个手机呀 要打电话玩具 就变成人与人家庭与家庭的成员 都变成很隔磨 所以多希望长辈也好 父母也好 多一点告诉他们要 注意一个属于家庭的聚会 那你有跟家人说这一方 他们都会听你的吗 谢谢关系 另外早前网上流行着几个玩批图的软件 只要扫没二维码上传照片后 便可以把自己的五官批到别人身上 看到谭永林也玩上了影 除了把自己批成一众美女之外 还恶搞好友曾志伟和陈百祥 他们样子很美 你看到那个福禄寿是吧 没想到曾志伟是那么甜的 为什么有这种吧 陈百祥又跟这个熟带林啊 有点那个林青霞这样 对对对 有点神态有点像 有点像 图片有没有什么反应啊 他们两个开完以后没什么反应 我就真的只怕一些我曾经是在里面说过的一些像林青霞 或者像熟带林啊 他们看完以后 不认为有没有意见而已 某方全美香港报道